一分一角 五分 然后这个是五角 仔细看着铜板 思考一分一角 哪个比较大 镜头前这几位北京小学生 和我们分享 实体货币是看过 但还真没用过 有些是一分 有些是五分的 五角是五分的 你有用过这些 买过东西吗 没有 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我妈妈 爸爸用手机给我买 中国大陆行动支付普及率 高达86% 位居全球第一 实体货币减少使用 不影响生活 但的确会减少孩子们 认识钱的机会 我们邀请的小朋友 对人民币的铜板 还蛮熟悉的 那现在给他们 一组2.5元的人民币 让他们到小卖部来消费 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来 你们这一组 2.5 一个冰块多少 有一块有两块的 三块的 一块就四块 那就买两块吧 铜板都付了 大哥你也太熟了吧 三块了 三块哦 我爸爸给了 就是三毛 叫我爸爸 三毛三块也搞不清楚 比起用手机 扫一下的行动支付 要一个一个铜板算清楚了 是大陆小学生难得的经验 他们可能觉得 那个手机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里面的钱可能是无底洞 那就会造成孩子们 对金钱的一个数量 缺乏一个概念 买东西 你有一种 有一个交换的那种 那种一种形式吧 对 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对于越来越多孩子 不认识钱的情况 包括大陆央视和地方教师 都做出提醒 一旦孩子少了花真金白银的感受 就会缺乏量入围出的概念 TVBS新闻 林明珍 陈旭一 北京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